在未来世界,机器人的变性手术有多残忍 一顿锤打后,班德体内注入女性润滑油 又被剪掉了小兄弟 班德参加女子八温比赛 轻松获得女子奥运金牌 领奖台上,他刀手弄撕 小黑穿上神奇连体衣 瞬间从200斤的胖子变成肌肉猛男 但冲刺阶段,脂肪却想先撑破连体衣 小黑输掉了比赛 名人堂邀请班德接受采访 班德了解男人的喜好 浑身散发出女性的魅力 黄晓明被他独特的气质吸引 约他恭敬晚餐 他穿着热烂,口红涂得异常妖艳 约会时,班德狼吞虎咽 黄晓明希望和他更深入的了解下 班德吓得一口拒绝 他不是那么随便的女人 但下一秒,两人就在豪华游艇上约会 他们在夜店跳舞 泡机游时还被狗仔拍了下来 班德收到黄晓明大量的礼物 突然,他破墙而入 拿出馒头大的钻戒 向班德求婚 金钱的诱惑让他立即答应 可这些都是班德的阴谋 拿到钱后就分手 黄晓明带着他去浪漫的土耳其做热气球 班德有点愧疚 不忍心欺骗他 丽拉出了个主意 婚礼上,班德假装晕倒 龙虾哥确诊他得了癌症 突然,丽拉乔装成黄晓明的女粉丝 又给班德补上一脚 黄晓明的咆哮唤醒了他 此时,芙莱冲了出来 一记长矛刺向班德 班德演技爆棚 黄晓明痛不欲生 还是放下了这段爱情 教授重新给班德做了变性手术 他的小兄弟再次长了出来 黄晓明把他们的爱情拍成了电影 妹子们都超级喜欢 可男人却觉得很狗血 永远,我的托鲁 晚安,考虑 你什么说的? I SAID YOU TWO DON'T DRESS TRAMPY ENOUGH I STILL GOT IT